歡迎大家回到這個頻道 上兩集我講了關於英國的基本洗費 住屋、煤洗斷煤等功能給大家 大家都好像挺喜歡的 真的,如果來了英國的別去我 因為這個是給一些未來英國的朋友 除此之外,我也拍了一個超級市場格價的 今天呢,其實呢 也要介紹一下什麼呢 就是來到這裡,英國除了要省之外 省之餘,其實都可以贏 先戴上頭盔 今天我帶你的地方 可能有很多在英國的人去過 大家不要去我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買便宜的就是這個 烹嶺,烹嶺買東西 果然是,絕對便宜得我媽媽都不認得 一元,有些多些,有些少些 說明烹嶺,很多東西真的一磅 一磅一磅 Head & shoulders兩個多 有些沒有牌子的便宜一點 一磅 包括兩磅 五座的便宜一點 四磅一磅 高這些真的一磅 一磅 一磅 閃的時間 途中這位小姐的妹妹叫什麼名字 沒錯,大卷廁紙 一磅半 而這一類的清潔劑,抹玻璃 其他卡的東西 我經常都會買的,可以的 我經常都會買的,就是櫃麗珠 那類的產品 用來抹電腦、鍵盤、螢幕 都蠻好的 抹完之外,沒有什麼手指無印 另外之所以令我經常來烹嶺 就是因為這裏很多時候 我來這裡買寵物 它這個用來撿屎袋 非常划算 一磅銀很多,很久用 還有很多零食 就是這樣 當然要留意它那個日期 還有這些手機的Gadget 如果想回來說 Tesco買的比較貴 還有這些玩具 我看見都蠻划算的 有時候如果手上不太鬆的話 可以來這裡買玩具給小孩子 不錯的 我經常說一句 很多有三層太古城的人 經常說你買這些東西 你住在這些地方 其實做人應該要體諒一下 一些環境不太好的人 我知道你有錢 你可以住在倫敦 但是你要遇上一些 不太富裕的人 可以來這裡買玩具、文具 文具我經常來這裡買筆、買紙 可以的 記住,何不食肉味呢 然後這間是我經常去的 就是TKMAX 沒錯,跟美國的TJMAX 應該是同一個父母 標誌都很接近 這間內 專門買一些貴價便宜的 打折很多 不過已經過期了 沒所謂 我這些沒有款 我是說現款 通常它都是分上下層 下層就是女裝 和一些衣服 而樓上多數是男裝 傢俬和家品 我通常都是走上樓上礦 但女裝我不介紹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女裝 不過通常來說 它比外面大約是兩折 就以這條D數牛仔褲為 不是B數 是大約30多磅 好像這件Columbia 20磅 原價70磅 另外還有一些家居用品 我很喜歡在這裡掃一些便宜的 當中包括床睡用品、風扇、鍋、廚房用品 甚至乎意大利品都有 還有一些寵物用品 我經常在這裡買寵物用品的 又漂亮就真的價錢很合理 還有洗頭水、花素、鏟等等 什麼東西都有 當然你不可以跟漁村的日本城的價錢比 因為這裡的貨品某程度上是有一定保證的 英國鑊 十二個多 好像這個碗一樣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這個會買的 五個九磅 日本風格 正 買 還有什麼日本的 那還有一些嬰兒用品 那還有一些嬰兒用品 玩具 嬰兒用品 嬰兒用品 免費 在TKMAX之外,我都會去每個星期,每個地區都會有卡布 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像這個維麗,剛才看到有咖啡飲,有玩具賣 通常都是二手的,也有一些是新貨的 其實今天我去完這個卡布之後,我都買到一些好東西 像這件維麗,那天我買了兩支 這兩支花了六磅銀 那六磅銀魚是做什麼呢? 可能家庭主婦都知道是什麼 沒錯, awhile浪三令等一下不要乾淨 不知道價錢有沒有6磅,這兩支 除此外,我經常會來這裡買生果或蔬菜 很多都是農夫 92磅 所以 petits多啤 mas 英國的iksط啤嗎? 我一般,知道他 حُ bewnt 要來 enchilp ti voy for 要來做果冰 即是冰的 或者用來打碎 當作冬飲 加一點雞尾酒 蠻棒的 好像黏的提子 一磅銀 或者一磅半 一些金 兩磅五個 還可以 記住 買碎果 說真的要買當時得令的 除此之外 早前我都買了這個鑊 要來圍爐 燒柴火的 很棒 我自己很喜歡 不過某些原因我送給別人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字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麥當勞指數 這裡的碎碎 四磅一磅 怎麼餐呢? 六個幾餐 六磅二 差不多六磅 有些什麼呢? 又是這些 汽水 薯條 有我選薯條 有飲料 飲料 這裡的單點漢堡是九磅九 這裡的單點是八個幾 魚柳包 三個八個幾 你說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六磅 五磅幾 今天報告完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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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